瑟州商界之首军胜集团 突遭重达商界狙击 截至目前 集团公职已暴跌20亿 积极可备 军胜遭受致命狙击 现在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江董 这次狙击 摧枯拉朽 事故破除 对我们而言 它是必死之狙犯 我们 无力抵抗 我需要对策 江小姐你好 这儿有份文件需要您面签 我现在没时间 在这种事上浪费 我先等着 在座各位 都是军胜精锐 出生顶尖商学院 声名显赫 而现在 集团生死存亡之计 你们给我的回答 就只是坐以待毙 现在 正是世界级的情路挂头 云雀国际 入驻大县的关键时期 各州的一线集团 都在争取合作机会 而我们军胜 风头最盛 所以遭到了三大集团的联手打压 这一次 我们怕是再见难逃 无理不天 请问 哪位是江婉宁 江小姐 你怎么上来的 而且我不是说了 不要在这种事上浪费 所以 一眼中示威大事的 就是应对着低级 独立 漏洞百出 犹如国家家一般的商业军 堂堂军胜集团的董事长 硕州商界的天之交 竟然把这种 小麻烦示威大事 行不行啊 放肆 谁给你胆子 敢擅长金圣鼎操 在这儿大放厥词 大放厥词还真叹不上 实事求是吧 我还有笔鸡蛋要送 时间有限 下面我说的话 好好听 好好请 放弃你们军胜 已经推行已久的三号箱 把现有的全部资源 转头到虎视已久的七号箱 回来 你们的问题 就可以迎刃而进 幸福开合 你真不知道 军胜在三号项目上 已经投入了超过十五亿 就凭你一句话 你也想要 门关大厦全进 你们七号项目所设计的领域 是一片空白 而这个 也是云雀国际所感兴趣的方向 与你而言 是最好的选择 至于成功之后 你们军胜会获得怎样的成就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你不过是一个跑腿送外卖的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高谈阔论 你有什么资格去揣测云雀国际的喜好 要知道云雀国际可是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金融寡刀 起码 七号项 这是目前情况下 军胜唯一的自救策略了 一旦成功 无论云雀国际是否有兴趣参与 我们军胜都有可能会致志死地而后生 更有一步登天成就一代商业深化的可能啊 江董 我们军胜要救了 行 江董 你到底是谁 跑腿送快递的而已 叫下去 你的快递 你好 抱歉抱歉 我上一笔订单耽误点时间 我马上送过来 好 再见 安保护长 赵峰 告诉我 他是怎么上来的 江 江董 那个送快递 我们本来是拦着他的 后来没想到 我们三十多个武装保安 连他衣服都没碰着 眼睁睁看着他突破封锁 那小子就是个怪物 董事长 那个人来路不明 归根道路就是个送快递的 对社会上流和商业规划 该不知 他的话不能信 否则风险真的很 江董 云雀国际发来通知 将为我们的旗号项目 注资五十亿 军胜将是大夏境内 第一个获得云雀注资的集团 刚才闯入我们会议室的那位先生 为我们军胜 带来了一场绝无仅有的奇迹 这 这不可能啊 查 从现在开始 优先等级提到最高 今晚之前 我要知道这个男人的所有踪迹 去向 一切资料 是 是 是 先人情之过 你们 继续 好 很 vie 十年期买 云雀国际首席实行官处名 写英文黑卡 请清君归位 谁向清军归位 谁向清军归位 起来吧 金雀 十年了 是的 云雀国际已如约入境 地经沈家也发出号令 七日后将入局朔州 命朔州许家在天书庄园设清宵宴 为您公开云雀清军 沈家三公子身份 云雀的合作方向 要有清军的方向 属下一令 朔州云雀总负责安排专人 为您的妻子苏清月小姐 送去百亿定财 作为云雀集团的 首要合作对象 既然由此 把消息放出去 您要为苏家造势 昔日 苏老太太 常有恩怡 我答应过她 要护苏家和清月 这五年 今晚 苏家会借苏老爷子的寿宴 网腰朔州名 一样苏家 被叫做 送去百亿自已 俞悦 穿迟 你好 你好快递 来 您的快递已经进了 秀玉 沈迟 天悦 东西送到 他是谁啊 他是谁 你们 你们在酒店做什么 怎么 认识 他 是我的丈夫 沈迟 沈迟 先吃吃吧 在下朔州许家 许云泽 云雀国际朔州分部 副总 云雀国际朔州分部 副总 没错 我们从这不讨 你可能不太理解 云雀国际乃是我大夏第一世 历经沈家的一位传奇人 一手文旗 方言整个世界 也是首居一指的金融国 而我 则是受那位传奇的亲职 特殊朔州的云雀高层 我和秦月是旧事 我们只是在这里谈了一些商业问题 秦职 高层 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而且 有什么问题是非要在这酒店套房里面才能谈的 秦职 秦月 以你的身份 孤落寡闻 眼见狭隘 这不是常态 就像你以为的这里不能谈论商业问题 我和秦月谈什么 你听得懂吗 于我面前 眼见狭隘 孤落寡闻的只能是你 至于商业问题 你怎么确信我不能理解 够啊 秦职 收起你恶心 不许是有严竞 我会感到你 你觉得显微信你 没什么 你不许是 不是 你以为 如果 的 我说过 你有什么难处 我是可以帮你解决的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信我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我怎么信你 信你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要我怎么信你 可是我 我不求你像许云泽那样 成为那位传奇 轻齿的云雀刀子 我也不申求你的包 我只求你别影响我工作 别添乱 你连这样都做不到 他许云泽不过是一面之词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 而且我 他是朔州云雀的副总 你呢 你是什么 我是什么 苏卿月 原来这些年 你是这么看我的 你现在什么样子 你心里清楚 我不想跟你吵 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对了 今晚是爷爷的寿宴 家里人很重视 我提前给你说好 不要带着你 自以为是和情绪 参加寿宴 与苏家的礼物 丢脸 今晚的寿宴 我本事要给你苏家一夜风暖 沈迟 你要让我对你彻底释放 我死去 行吗 除名 给我备身机放 爷爷 祝您万寿五家 好 秦月 走 慢着 宸池 爷爷让你坐 慢着 宸池 爷爷让你坐 你什么意思 我姐准备的寿礼已经送过了 你的呢 子依 别在这儿 姐 现在可不是替她说话的时候 今天晚上爷爷受箭 她空着手来 分明是没有把爷爷放在眼里 这种态度 还进门 没啰嗦 寿礼 我已经安排人去准备了 稍后就会送到 哦 原来是安排了人呀 那你倒是说说 你安排了什么人 难不成 是你那送外卖的同事 哈哈哈哈 我安排的人 你还不配忘记 不要 瞧你这话 你沈迟难不成 还能安排什么大任务不成 怎么了 是你 沈迟 你到门口那坐坐 凭什么 你还有脸为了凭什么 要不是你 天员支持我们待在了苏家 我们家枪也早就嫁入了豪门 像今天这种寿宴 啊 你指定该有多么热闹 可是现在这样 如此朗清 你是不是忘了 五年之前 你们苏家还只是世家莫 如今才堪堪迈入朔州鼎子 抵运不够得到认可 现在 你们就想一呼百应 为我以前太自以为是了吧 哈哈哈哈 瞧瞧你说的 我们苏家的崛起 好像已经有什么歪奇是吧 我说话告诉你 我们苏家 之所以用五年的时间 融入到塑州的底层 那是因为我们家清月天思作然 尽心竭力 要不是拖他的后腿 他的成就 不可限量 好了吗 别说 我就这么说 今晚我就是让这个被我知道知道自己 几心竭力 大听广众 抽抽嚷嚷 成何体动 甚至 今天晚上我不想跟你斗动 要么 你自己走过去门口那座坐 要么 你可给我滚出烟尾厅 你在这给我苏家的人 雲雲雀国际到 雲雀国际许林泽 帅 赵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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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借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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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忽然辉煌 那也极限于大下旨 真正能横压一世的 是那位国际上号称清军 曾为真容世人的 云雀国际 就是由他一手鼓起的 这世上 竟还有如此的梦 是的爷爷 那位云雀清军 是当之无愧的传奇 苏小爷子 徐某有幸 曾与他相识 得他亲自 成为云雀高则 今日云雀入境 我看在清月的面子上 可将苏家要的一份订单 价值百亿 许少能得那位传奇看重 那是前途无量 如今 有赠百亿订单 这是要给我苏家 一场兴胜啊 就 不将某些人 吃我苏家用我苏仇 到头来 爷爷大寿 还空着手 真是天不知识 你笑什么笑 我笑你愚昧不轻 笑他 大眼不惨 你什么意思 你屡屡以得我亲之为傲 又自称与我相识 得百亿订单 但是自今日之前 我为何从未见过你 若没理解错的话 你的意思 你就是那位商业传奇 沈家三公子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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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老爷子 看来我徐某人 今天多辞一句 原来大名鼎鼎的 沈家三公子 云雀青君 就在这儿了 那我看这百亿订单 苏家也不知道 混账东西 那云雀青君 沈家三公子一带传奇 也是你这个废物 能冒人的 百人 你可把他 地经沈家套 地经沈氏 正苏家玻璃种 帝王绿如意一饼 东珠一虎 汤尘一品豪宅一套 麦巴赫 雷德号的一辆 金甲五十根 礼金一千万 如此重力 当真是给我苏家的 地经沈家 克苏老家主大寿 对就是沈家 我的礼礼 道路 原理 没错 这 就是我准备的寿命 秦月 我跟你说过 今天晚上 我会给苏家一眼风光 现在你看见了 苏老爷子 试问这份寿礼可还满意 笑话 这寿礼分明就是地经沈家所做 跟你沈池有什么关系 和我没有关系 没错 若你沈池有送得起这寿礼的能耐 又何必在我苏家整整白吃白喝五年 从始至终 你不过就是一个一世不成的垃圾 那这些礼呢 自然是沾了许少的 纵观全场 只有许少一人 地经沈家关系运气 并且得云雪清晕 沈家三公子的青睐 而你沈池 摆明了是想冒陵的功能 莫不是以为自己姓舍 就能跟沈家喷得上几层关系 紫怡啊 言之有礼 许少 有心了 好一个言之有礼 好一个有心了 苏老爷子 你今天晚上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沈池 你在说什么呢 快给爷爷道歉 明是他苏崇业不明事实在先 被 静岩 有必要这样吗 你我之间连话都不能好好说了是吗 沈池 那你呢 你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闹什么了 你先是冒人 明确内围传奇沈家三宗 现在又冒李明泽的寿 在你心里 我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我没有自知之明 早早就跟你说了 不要在苏家的寿意上丢人 可你 莫无尊被孔着了 我明明给过你机会了 你为什么要一二再三二三的 让我失望透顶 我不会再对你抱有任何期待 我们 离婚吧 是接下来的 不是 是啊 那位挽救了军胜的先生差大 他叫沈池 公职于一家物流公司 是瑟州苏家的遇选 但是 苏家对他的态度非常微妙 一直使他为耻辱 非常排斥他 瑟州苏家 莫不识出 周明 是 其三成军胜集团赌分转让协议 可以 取军胜名下逆顶金城门卡 在背车 随我以瑟州商界之手 军胜集团的最高杯格 登门苏家 是 罗家 罗家 你 离婚 对 离婚 五年了神赤 无论是我还是苏家 都占到了瑟州上流 只有你还是这副样子 一无所长 戳脱无尘 悟空一切 又自以为是 从来都只会拖累苏家 给苏家难堪 原来 正五年 在你苏情月的眼 我就是这样 对 没有你 我苏家只会更加辉煌 没错了 苏家之所以能有情 是因为我应约护了苏家五年 放屁 我苏家如日风生用得着你来悟 神识 苏家子的羊 最不配说 这五年 是苏家羊 给你容身 离开苏家 你什么都不是 瑟州上流 不会再有人看得起 这个道理你知不明白吗 看不清楚的是你 是苏家 瑟州君胜集团到 今天苏家台外有眼无珠 那瑟州君胜 愿以三成股份 与地景天成 恭请沈先生一驾 什么 开什么玩笑 君胜三成股份 可是价值数满意 地景天成 他以为是我们苏州 绝不仅有的顶级豪宅 这 江总 您是不是搞错了 您今夜亲至苏家 就是为了这个上不了台面的 苏老爷子 听益慎言 若连他都上不了台面 那你们苏家 就真的是百无一世了 江总 若苏家有得罪你的名 您可直说 何必借他来打压孙家 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 苏家短见博实 昏溃无能 再有十年 也到不了值得军胜打压的高度 今晚 我只为他而来 江总 话不能这么说 苏家现在是 云雀国际的首要合作决项 而且已经得到了 沈家的赠助 已经挤身朔州衣领 与你军胜 不遑多让 而他 区区一个坠绪 不禁沈家冒犯云雀 带上所有的名流都有目共主 而你军胜今夜要保他 还是玩火上身吧 是吗 那我军胜 求之不得 陈池 说到底我苏家还是云友恩 可是今天爷爷大臭 却连和外人肆意枉为打压我苏家 王我且给你借购 就是这么无报 他刚才不是扬言 我苏家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得他想的 凭他 什么时候你们苏家决起 要靠一个汪汪费了 这 就是你们苏家 遇入上流之后的醉点吗 神痴 今晚是你有愧于苏家 我有愧于苏家 对 看在过往的处处 你冒犯沈家冒犯永确 我都可以就此进步 只要你带着这些外人 还有你的灵气 离开这里离开苏家 我苏青月还有苏家 不需要有这种 无能狭隘 自私阴暗的男人 这位苏小姐 无能狭隘 自私阴暗 只会拖累苏家 让苏家难堪 这就是你苏青月眼中的我 这就是我护了整整五年的苏家 够了 社区 苏家养了你整整五年 你没有任何资格和立场 来指责苏家 好 既然你苏青月 和你们苏家都笃定 你们现在所作用的一切 皆与我无关 希望我离开 希望我收回 那我满足你们 楚明啊 三分钟之内 到朔州苏家 备除定弹 收回赠礼 取消我赋予苏家的一切 全力 这 就是我的立场 我希望你们苏家 记住今日的所作所为 他日 不要后悔 后悔 啊 我当初最后悔的是 没有拦住老太太 让你这个吃软饭的进了我们苏家的门 当不过了我们青月长长五年 五年前 你们苏家之神莫灵 几乎要跌出世家之力 偌大的家族 只有刚刚毕业的青月 可以勉强唯一众人 当时的他 举步为奸 屡屡受挫 是我一直照顾他 陪着他度过的低谷 你啥我脸上天气 你这个做饭媳妇呢 你还没干什么 我们苏家 是你这一个保姆吗 哼 陈迟 为了你那点虚伪的死人心 你还真是挺卖力啊 不过可惜了 今晚是我苏家 把你踢出门 你说的再多了 也只是一条 丧家之拳 今日 我同你们苏家 恩断一绝 陈迟 你还真是不识好歹啊 这边你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方 秦爷爷既往不求 保你周全与你离开 而你呢 不知悔改 变本加厉 难怪秦爷会对你失望透顶 失望透顶那是他的问题 沈先生的能力 还轮不到你不赖之意 同样 他的周全 也用不着你们苏家来套行 我姜婉宁还在这里 今晚 朔州军盛 愿与沈先生共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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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我知道 你今天晚上种种心 无非想向苏家证明你的尊严 但尊严 都是凭自己的能力得来的 你现在 只会站在他的身上 华重取宠 装腔作势 你这样 只会显得你更加可笑 只会让我更加的看不起你 你错了 秦云 我的能力你无法估量 你所认为的也只是你片面的成本 你从未真正的了解我 你根本就不清楚 你所厌恶的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郭老神职 作为男人 你不知道七月想什么 给不了他想要的 作为女婿 你拖累苏家五年还恩将仇怒 像你这样的败脸 三番五次大言不散如我云雀 苏老爷子 至已至此 您还不愿意跟他划清干系吗 是啊 爷爷 许少说得对 这一宿 今天晚上一直在往死里 勾罪云雀国旗 摆明了是暗藏火旗 见不得咱们苏家的狠狠 想要毁了咱们跟雀狠狠 害咱们苏家呀 你这是大逆舞蹈的东西 从现在起 我以苏家家族的身份 照告所周 这真是 你是我苏家的情绪 我今夜期 不出苏家 我苏家 再无干系 云雀首席执行官 楚明到 楚董来了 云雀国旗的楚董 这等大人 就会听到我苏家 莫非 真是他 爷爷 不必经过 众所周知 我苏家 之所以能力足以上去 一是因为家族的 靠近活发 二是因为清月协 能力出众 而他 若是真有一个电话 能叫来出众的能力 那就当他变成人 可若躺他真是那位残妻 不提我苏家底蕴 还有清月协的能力 单凭我苏家 养他护他五年这一年 我苏家 愿能成一方好族 然而时至今日 我苏家不过侃侃迈入朔中上 这 不合理吗 不合理 不错 云雀清军 连云雀国际这种庞然大物 都能一身福气 而你口口声声说 护了我苏家 那我苏家 为何没有一步登天 倘若不是你这废物 在这儿性格的私房 难道 是我苏家过于无能 服不上情吗 你苏家这五年 除了自以为是的本领 有所长剑之外 真是一事不成 说是过于无能 服不上墙 也不足为固 至于我的身份 等一会儿楚明来了之后 亲自来说吧 让楚董亲自说 你还真把自己当云雀清军了呀 别做梦了 沈迟 楚董今晚亲职 当然是为了许绍这位 得云雀清军经典的云雀高速 跟你是只有个屁关系 爷爷 今晚许绍 先是代表云雀国际 为我苏家送来合作 又是引得沈家重礼 楚董亲职 我苏家 已是同飞之相 无日便会刑固云端 好 好 体绍 才是我苏家 牵在南同的 喂 苏老爷子 您言重了 苏家本就底蕴深厚 清月有能力出众 本就应该受到云雀的青睐 我呢 就是树水推手 苏总年纪轻轻 就能赢得云雀的青睐 这当真是不得了啊 如此说来 这苏家怕是要超出硕终 取国扬名了 来来来 大家一起敬苏家一杯 还望苏老爷子苏总 之后多多关照啊 来来来 准备 审慈 看到了吗 这就是苏家靠能力和积累 获得的尊严和辉华 也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认同 姜董 一直以来 苏家与今胜的力量 确实差了点 但日后 苏家的未来 未尝不能达到云天之上 今夜的事 苏家记下来 你记下来又能怎么样呢 即便没有了云雀 君胜也还是君胜 君胜 也还有沈先生 当你们苏家亲手将沈先生推出门外 若是再没有了云天 看你们苏家 不算是什么东西呢 没有了这个沃兰飞 苏家 还有许绍 还以我听了一句 日后 我苏家只会更加兴盛 兴盛不了 你们苏家骨子里就没有兴盛的命 你够了 把这个口无词兰的废物 押下去 别葬了楚董的眼 来 苏家好大的威风 快等到了 快去迎接 好 江东 那位云雀的首席之间 他真的老了 咱们 还要继续我的战胎 如果真的牵扯到散 您多年的齐勒 好了 河雀 今晚 除了他以外 一切都无关什么 可你本不得 好了 苏严胡同 楚董一夜亲至 是我苏家毕生之心 苏家 必将无辜楚董众望 并会大兴 苏家大兴 对 楚董 您知道的 人家清悦 能力过人 出类伐萃 是宿州商界的后起之秀 拼结他的一世之力啊 带领着我们苏家 走向了更高处 今后啊 还会带着我们苏家 成为云雀的 最优秀的合作伙伴 能力过人 出类伐萃 你们苏家能有今天 全靠一段良缘 楚董说的是 若非许绍 我苏家 也不会有今夜的辉煌 许绍 楚董 相比 您和许绍很熟吧 不过这也是哈 这许绍呢 是高高在上 清军亲自指定的 云雀高层 通话 清军精致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比清军精致 你 你这是 下来 来 云雀首席执行官楚明 拜见清军 拜见清军 起来吧 清 清军 怎么可能 他 他是清军 没想到 那位局势皆致的传奇 沈家松公子 平确清军 竟然不是他 楚董 您 是不是认错了 他分明 就是我苏家的情绪 怎么能吃 苏重叶 清军的身份 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你们苏家 有眼无珠 幻见博士 若不是清军相互 只会早早于朔州出名 又怎会有今天的风光 就连这场寿宴 都是清军为你们苏家造势在先 否则 又哪来的这满门宾客 就凭你们苏家一人 可以吗 老爷子 丑董 我苏家这么多年 明明是靠着清军 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这满门的明流 不是许 当初你们苏家不过是释迦牟 他苏清月既无悦理又无手段 又是凭了什么让你们苏家一蹴而就 成为上流 说周世家 无疑不是靠着几代人数十年的资产积累 才能步入社会上 怎么你们苏家就这么自信 就单凭他苏清月一人 就能与众世家数十年庞大积累相提并论 你们 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 说 既然你们苏家笃定 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涌入上 那我就给你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自今夜起 云雀国际 与朔州苏家的合作 一概终止 订单 取消 赠予 收回 竟取消这五年 云雀国际给予苏家的一切暗中帮助 不行 不能这样 否则 我苏家就完了呀 师傅大 师傅大 傅大 今天晚上的联系都是误会 误会 这都是误会 兄弟 你快说两句吧 不然的话咱们苏家就完了 你真的是云雀清君 这重要吗 重要 明明 明明你告诉我 告诉我你的身份 告诉我你就是云雀清君 苏家就不会给你难看 我就不会 我说过的话 你苏清月信吗 我说过的话 你苏家信吗 我 我说你有难处我可以帮你 你信了吗 我说今夜 我要给你苏家一夜疯狂 你信了吗 我说我护了你苏家整整五年 你苏家才有今日 你信了吗 我说他许云泽大言不惭 我说我的身份你无法估量 你信了吗 你信我 我说我 我 既然你们苏家笃定 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涌入商 那我就给你们 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自今夜起 云雀国际 与朔州苏家的合作 一概终止 订单 取消 赠予收回 竟取消这五年 云雀国际给予苏家的一切暗中帮助 不行 不能这样 否则 我苏家就完了呀 师傅长 师傅长 苏家 今天晚上的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 这都是误会 你快说两句吧 不然的话咱们苏家就完了 你真的是云雀清君 这重要吗 重要 明明 明明你告诉我 告诉我你的身份 告诉我你就是云雀清君 苏家就不会给你们看 我就不会 我说过的话 你苏清月信吗 我说过的话 你苏家信吗 我 我说你有难处我可以帮你 你信了吗 我说今夜 我要给你苏家一夜疯狂 你信了吗 我说我护了你苏家整整五年 你苏家才有今日 你信了吗 我说他许云泽大言不惨 我说我的身份女法姑娘 你信了吗 你信我 苏清月 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 在你的眼里 只有你的那些傲慢 偏见 无论我说再多的话 都不会产生任何改变 哪怕 哪怕事实就摆在你眼前 你的第一反应仍然是质疑我 这样的你 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的不是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要 你想要权势 想要地位 想要苏家位于世家顶藤 想要 想要万人景仰 这就是你们苏家所有的追求 可是你们岂又会知道 这些东西 与我沈迟面前 多么的 胡脏 乏味 事情 已经闹到了这个份上 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严禁于此 桃子为之 裴正阳沈迟 再怎么说你是 苏家的女婿吗 再有什么话 再说开不就好了吗 女婿 说开 你之前不是说苏家没了我会变得更加兴盛吗 你不是说没有我 朱卿月的成就会更加不可限量吗 现在 我如你所愿 我那都是说的玩笑话 不是真的 使不得 使不得 甚至 再怎么说 咱们在苏家生出了五年 苏老太太去世之后 你苏家对我什么样 你苏崇业自己心里清楚 苏家的恩 我沈迟报完了 你记住 今天晚上是你苏崇业 要将我沈迟赶出你苏家家门 我尊重你的选择 要局达报完了 天下 今夜之后 我沈迟 与朔州苏家 恩怨仰卿 怠惟滑 下 为啼 免之 我 不 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要你 你想要权势 想要地位 想要苏家位于世家顶藤 想要万人景仰 这就是你们苏家所有的追求 可是你们岂又会知道 这些东西与我沈迟面前 有多么的枯燥 乏味 事情 已经闹到了这个份上 也没什么可说的 严禁于此 逃自为之 别别别 别这样沈迟 再怎么说你是苏家的女婿吗 再有什么话再说开不就好了吗 女婿 说开 你之前不是说苏家没了我会变得更加兴盛吗 你不是说没有我 苏清岳的成就会更加不可限量吗 现在 我如你所愿 不不不不 我们的都是说的玩笑话 不是真的使不得使不得 是真的 再怎么说 咱们在苏家生出了五年 苏老太太去世之后 你苏家对我什么样 你苏崇业自己心里清楚 苏家的恩 我沈迟报完了 你记住 今天晚上是你苏崇业 要将我沈迟赶出你苏家家门 我尊重你的选择 今夜之后 我沈迟 与朔州苏家恩怨两千 在乎划不上 重名 走吧 是 别走 别走 别走啊 真没想到啊 这位苏家气躯 竟然是举世皆知的传奇 肉眼樊台不师真聋 这苏家啊 二十又完了 这家人真不行啊 真不行啊 哎呀 这次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苏家的未来 未尝不是云巅之上 这句话 君上记下了 我等着 见到那一头 莫无事主 有云雀清军五年的毕过 却还只是世家上流 可还真是五年 不强 金上帕 摊到了机缘 推到了门外 看看 看看你们 今天晚上干的好事 谁 闭嘴 都你 你们 黑死世家了 都老爷子 您不会真认为 那个一事无成的废物 就是云雀清军吧 三分钟前 我刚接到消息 银雀清军和楚董 正在赶往地金的路上 我父亲和地金众世祖 正在宗后迎戒 你说什么 清军 早些时候 东欧传来消息说 铃小姐她回来了 你说回来了 动静闹得很大 将于今晚入境 我觉得 她肯定会不惜 一切担家来找您 那 她知道我在烁州吗 烁州这边的消息 数下已经完全封锁了 并用给您接风洗尘的名义 邀请地金各大世界 举办了一场晚宴 用来混淆视听 但这毕竟是权宜之际啊 我觉得 林小姐如果迟迟在地金没有找到您的好人 肯定会来到烁州 那就先这样吧 等慢一会儿试一会儿 那个鸭脱鸭 她要真是硬床起来 你们也拦不住她 不过还有一件事 说 今晚和您共歼而立 那位军圣同事长 她不是来自烁州 而是 烁州以上的海省 她就是 海省当年的江家大小姐 江万宁 海省 江家 云阙清君和楚董 正在赶往地金的路上 我父亲可以为政 这点 做不了家 那你说今天这个审辞 是护家护为 许当盛事 不错 他招来那个楚董 不过是七世道明之辈罢了 至于他审辞 绝不可能是云阙清君 可是 今晚 塑州明家 都齐聚在苏家 这沈池 他有那么大的胆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说他是青鱼 那这事要是传出去 他自身难保啊 那我想问您 见过云阙清君 和云阙楚董吗 我怎么能见得着呢 苏老爷子 我们苏家 就是硕出了山湖楼 怎么会 有见到那两位人物的资格呢 这就对了 你们苏家如此 今天在座的所有名都 一事如 他甚至就是吃了这一点 今天在场没有人见过云阙清君 所以他才肯肆意忘活 而我呢 得云阙清君清智 如果云阙清君真的今天在场 我怎么会认不出来呢 所以 那小子 就是在装强做事 嗯 没错 今早在酒店 他丢了一些面子 有愿于我和清月 今天便想在这儿 哗众取手 争回一点面子 没想到被苏老爷子 扫地出门 离开苏家 他难有容身之地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 冒充清君 伙同外人 拿走了 帝京沈家 送给苏家的那些赠礼 据我所知 那些赠礼价值不菲 够大挥霍一辈子了 这个窝囊费 那它是多了苏家的主意 那受理价值过亿啊 真是 真的想这么做吗 姐 都什么时候了 你不会还要对那个吃软饭的窝囊费 念及究竟吧 清月 你好好想想 这些年一直都是他在拖累着 今天 就在这大厅广众之下 让你难堪了 这样的男人 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 这个白眼狼 亏了我们养的了五年 反过头还害我们苏家 啊 这事不能就这么做 一定要让那小子付出代价 行了 当务之急 是想办法挽回苏家的生命 若有 今晚这闹剧发酵下去 苏家 只能容我笑名 老爷子是不是 是啊 徐少 先前那二百亿的订单 哎 苏老爷子不必担心 虽说我今天带来这百亿订单废物 但是你们苏家 仍是云雀国际的内部合作吗 两天后 云雀国际将和中海四大商会举办招商会 到时候你们随我同行 重新拿下那笔订单 见识 你们苏家将在中海所有名流的见证下 冲回天方 苏老爷子不必客气 毕竟这些订单啊 也是秦月靠自己能力获得的 秦月 哎 今天审持那些话话 你别我心里去 他就是个跳梁小丑 所以才会对你忘加执着 你放心 今后只要有我在 你的未来 不可限量 嗯 四大商会代理 明晚将会抵达硕州 占助吴林凯上帝 秦月 你跟我一起去一趟 咱们呢 可以提前跟他们搭上关系 徐少贴心 相信我们秦月的能力 给我们秦月的帮助 徐少才是最应该来到苏家的人 来到我们秦月身边的人啊 秦月 赶快答应一下吧 好 深迟 总有一天 我会带着苏家 那一上一天 而你 只能留在国家 终究 不能站在我身边 秦月 君盛还是把股权转严协议 和地井天成的门卡送过来了 您看 特有求 我都不需要了 坐下什么 好 根据调查 君盛董事长江婉宁 确实是林夫人的女儿 不过 林夫人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疑似和江家的争权有关 我感觉 江小姐在江家的地位恐怕 显而易见 所以她才会知识一人来到朔州 并且用一年的时间 把军圣送到了朔州商界的顶层 确实 她与苏清月完全不同 只为江小姐能力着群 她似乎想凭借一个人的能力 与江家抗护 倒是还真有淫义当年的进程分担 不过 再怎么说江家都是老牌豪门 底蕴风厚 即便君盛在朔州位于顶端 和江家比起来 还是差了不少 毕竟君盛成立至今 才短短五年而已 我没记错的话 再过几天 就该举办招程会了吗 是的 云曲国际已经与苏杰的合作一概终止 订单也已经取消了 这次招商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选出优质的合作 多给君盛几份关照吧 毕竟是年一的女儿 如果没有年一 也不会有近日的云曲进行 明白 另外 海省的四大商会 派了朔州的商业巨头陈静之 作为代表 邀请您 想去云海盛庭小聚 云海 要不要回去 跳舞 去云海神铁 让他进来吧 见过清静 见过楚头 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 海省的四大商会的会长将以明晚抵达说 他们清理筹备 云曲入京后的首场赵商会 在这之前呢 四大商会之主 都想先见的一面 这是行的 在下奉命 已经提前 在云海盛庭定下了 顶层的雅街 云海 希望先生 到时候能赏光 可以 谢谢沈先生 接受我的邀请 庆祝感激不尽 明天您到云海盛庭之后 一定有个庆祝联系 庆祝一定定位相待 那就有毛了 江董 咱们送去的 股权转让协议书 还有地景天成的文化 就退回来了 退回就退回吧 那些东西对于他而言 那就算了得数 那如果他一直 不肯接受我们的好意 我们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 银雀青军 如果得到他的青睐 我们就可以一步登天 那么咱们和江家的 五年之约自然就 那你觉得 我们要凭什么 才能获得他的青睐 和帮助呢 那你觉得 我们要凭什么 才能获得他的青睐 和帮助呢 他是云雀青军 无论是权势还是地位 都拓手无理 而纵观军胜上下 还有什么 是指着他策母的能力 军胜的潜力 还有您的能力啊 军胜的潜力 再高也不会超过云雀 至于我的脑力在他面前 也没有多少分量可厌 虽然很不想承认啊 但在那位云雀青军的眼里 我所引以为傲的一切 都毫无意义 那 那咱们就这么 什么都不做呢 当然不行 机会就在眼前 哪有妻之不要的道理 或许这一次 我们要换一种 更加激进的方式了 进 好久不见啊 我的未婚妻 好久不见 秦大少爷 咱们就未免有些太过生分了 以我之间的称谓 本应该在亲密些在事 这些话秦大少爷的情人们 要是听到了 怕是会不高兴吧 况且 以我之间的婚约是否会留下 还是个未知数 那些只是些无足轻重的玩物而已 哪配与你这朔州商界的天之娇女 还省江家最为惊艳的明珠小弟们 至于 你我之间的婚姻 你该不会以为 随便找一个苏家妻婿 来冒充云雀清君 就可以阻止 两家之间的婚姻吧 要闻其想 昨晚 朔州苏家妻婿 大闹苏家寿宴 并在众目睽睽之下 以云雀清君自主 你江大小姐 当时是不在场吗 秦大少对我还真是 格外关注 是你这一步走得太过可笑了 哼 众人皆知 云雀清君从未以真容世 而青霄雁将知 你想趁这个机会 拉起一个沈家气血 让他冒充云雀清君 从而给我起一家施压 但你却不知 昨晚 真正的云雀清君 在低情现实 并同一众地精师族 攻击半燕 什么 他是假的 你离开海省 无非是想脱离家族掌控 想向他们证明 仅凭你一人之力 也有资本 从世家名门看好 全正能发展到如此地步 你的能力一定不长 若假以时日 你可能真的会闯到同期间 不过五年之期将至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这场婚事 你逃不掉 江家救不了你 君圣救不了你 而那个姓史的气势 也一样 秦大少爷 就这么缺信吗 那是当然 现在 秦家比江家更强 江家见我要低头 而你 李莹一样 乖乖做我秦少林的未婚妻 对你我 对梁家 都有好多 秦家能给江家的 我一样能给 江家不是秦家 不需要迫切地 向地金沈家 证明自己的价值 君圣是我一个人的君圣 而江家 也将会是我一个人的江家 那你 已经没有时间了 江板娘 这就是你的命 你浮起来的那个气势 叫沈迟的吗 这种漂亮小丑 仅凭我一句话 就能将来断绍 与其靠这种东西能造势 倒不如早点向我服务 好好想想吧 江董 那个沈迟 是冒充的一句子 比起少林明 就要在这种世界上睡好 那咱们怎么办 我要再见沈迟一遍 如果可以 我希望她加入军圣 作为我姜婉宁选住的男人 随我一起 返回江家 金董 你在说什么呀 她只是一个苏家的气势 她并不是真的云雀清君 于我才需要她 她有常人没有的胆量和魄力 而军圣 也可以作为她支撑的底绩 大赵子 生不能无顶食死亦无顶腾 若她不争不怒畏守未为 那才真的没用 但是冒充颜确清君 毕竟不是小事 谁知道她以后 会惹出什么破坏 还有什么破坏 能比我嫁给秦家 从此轮文秦少林的一件玩物 也真正看着母亲的今夜 轮文秦少林的陪嫁更糟糕的 比起那样 与沈志一同直面的滔天祸患 哪怕最终赴死 倒也不失 一场快意 今天晚上 海省四大商会的持大权者 齐聚我们云海盛亭 因此整个云海盛亭 今日是不对外开放的 以免仙达人能闯入惹神生非嘛 不过各位不用担心啊 你们是许少亲自交代的朋友 可以破例接待 当然了也不用太过拘束 在这里稍等片刻 许少亲自会过来的 谢谢赵建林 还是许少面子大了 姐 要我说呀 反正你都跟那个吃软饭的一拍两散 不如呀 考虑考虑许少 对 秦月啊 这云泽要什么也要什么 他不仅班子你还能帮我们苏家 不像他白眼的啊 是我们的用我们的 最后害我们 好了妈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沈迟 这白眼狼 这人没有跑 给我站住 有屁块不放 你好大的胆子呀 现在都敢大摇大摆地到这儿了 怎么 这 云海盛亭还是什么 我来不得的地方 少在这儿跟我装傻充愣 我实话告诉你 你冒充云雀清君和私吞 是一家众里的事情 现在都已经传开了 我劝你啊 实相无法 赶紧把属于我苏家的重力给我还回 则 我今天晚上 就要你的命 今晚四大会长 要会见一个大人物 知道会长给我盯着想的 你 该不回事 哎呀 这不是你关心的事 啊 进去 错啊 冒充云雀清君 我私吞沈家众主 不错 谢谢你 我找你 我只能以后 我先验你 我才会紧到你 我去哪里 你 我没想到你 我 我 就你那点小记忆 早在昨晚 就已经被许少识破了 真正的云雀清军 愿再听清 而你省持 毫无半点关系 许少 许云泽 对 仍然许少 可是清军亲指的 云雀高层 你是不是清军 大家一看就知道 什么时候我是不是云雀清军 还得得他许云泽的指引 再者 他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得我侵持 你还在这儿装 宣池 我告诉你 你冒充云雀清军 私吞沈家重力 这两件事的任何一件 都够你死即百回了 至到如今 如果你觉得 我们上报沈家 上报云雀 你这个冒牌清军 还有那个冒牌主动 还有活路可言 来 这个 我给你提一个建议 你现在就上报云雀 上报沈家 你看看他们怎么断我这后路 你 你别在这儿跟我耀武扬威 我劝你现在好好想想你们苏家的后路 没有了云雀的支持 我让你们苏家七日之内 必定土崩瓦解 到时候 你们这五年来 所有的疯狂 都会如树消散 哼 大娘 你听见他在说什么 他说我苏家 不出七日就会土崩瓦解 一夜破灭 哈哈 放他的屁了 我们苏家好好的 凭什么破灭 凭你这张嘴吗 没错 想要你们苏家破灭 我动动嘴就不够了 一路 田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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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4月的他秘密 到了 你 sino 不需要 宣传 自己看看 因为今天晚上就是他们邀请我过来 要在顶层为我设宴 至于那个许云泽 如果你们苏家现在最大的仪仗就是他 那我奉劝你们 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以免落差太大 无法接受 这两天之后的招商会 可以和任何公司任何企业任何事家有关 但唯独我与你们苏家无关 你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呀 沈迟 你算什么东西 别配让海守四大伤会宴请你 也配跟许少生议 别敢断言说招商会与我苏家无关 你哪来的脸 不配的是你 是他 是许云泽是你们整个苏家 够了 沈迟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现在有多可笑 五年了 沈迟 你怎么变成这个模样 什么模样 满嘴空话 眼界浅薄 内心阴暗 懦弱无能 我 是 这五年 你在苏家过得不好 心里有怨可以 想争回面子也可以 但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一发不可收拾呢 你就不能盼着点苏家好 无论如 苏家养了你整整五年 一发不可收拾 盼着苏家点好 我照顾你们苏家整整五年 五年 是你们苏家寿宴不准我落座在先 是你们苏家当众要将我逐出家门在先 是你们苏家扬言要废了我在先 现在 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的不是 是你先空手来 对爷爷出言不屑 又不肯低头才会这样 否则 爷爷一个长辈 会对一个晚辈动怒吗 空着手来出言不屑 那笔订单是我给的 受理是我送的 我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我低头啊 订单和受理 都是林泽送过来的 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都现在这样 你还在嘴硬 你为什么不能认清自己呢 认不清的是你 这么将有什么意义吗 我们之间的身份 地位和差距 是会因为你降得多而改变 只会显得你可笑 你明白吗 姚阿浅 她这辈子呀 就这点抽象了 沈迟 我奉劝你一句 现在赶紧把沈家的众名交出来 否则 今天我的事 我就要了你的命 不错 不交出那份礼 你今天就别想离开这里 想要沈家的礼 你们苏家好大的蝶子 就不要再变成这些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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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们都要 我去偷取 我去偷取 我要去找 我来说 我来说 去 我来说 他怎么可能愿意交出 那根本不是你凭自己能留下的东西 你知道霸占他的后果吗 那就不劳苏总费心了 不见棺材过落袋 既然你执意找死 那我今天就满足你 来人 陈先生 面前纠差 不知四位会长可还满意 四位会长尚在等待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提醒你 今夜云海盛亭要招待一个大人 可以说是传奇而论 所以说你一定要顶礼相待 不敢出现一点疲漏 万一出现一点疲漏 可不是你这个云海盛亭的总经理 能担当得起的 是是 陈先生 您请放心 郭亦安 为性命多担保 嗯 这样最好 这算点时间省钱 这也还到了呀 要是在外边碰到你 或许我还拿你没什么办 但是今晚 海省四大商会会长齐聚于此 云海盛亭上下全面分子 任何外来人都不得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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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大商会会长齐聚于此的目的 是为了你一个送外卖的设宴吗 哎 还真就是为了一个臭送外卖的设宴吗 厉害 厉害 我看你啊 事先自己给刺得太慢了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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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我的命 你今晚大黑好好看看 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取我的命 哈哈 你个白瑶瑶还横上了 清月 这是再给你的机会 你先给他票 我甚至还用不着他给我机会 啊 有骨气 了不 那老子今天晚上非要看看 你像我跪地求饶的样子 没有来人 怎么回事啊 赵警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晚上海省四大商会会长齐聚于 云海盛亭上下全面疯子 无关人等 不得入内 是吧 不错 今晚的云海盛亭 谢绝一切来 那这 怎么还有一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站在这里招有故事 他是 他就是一个被我们苏家 赏利出门的活浪费 你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了 在这里为妃作胆 不知道从哪儿钻进来 还要为妃作胆 赵警察 你有所不知 他 在我苏家混吃混合整整五年 没有丝毫感恩之心不说 还反过来咬我苏家一口 昨天晚上 我苏家举办寿宴 他联合外人行打压之事 似无忌惮 甚至还冒充云雀清军 抢走我苏家的重疾 而今天晚上 他又尾随我们来到这云海盛亭之中 无非就是看不惯我们苏家的好 想要胡左飞被故意让我们难堪 赵警 如此歹毒之人 今晚出现在这里 你觉得他合适吗 郭总特别交代过 今晚我云海盛亭有贵客将 不容出现一丝纰漏 来人 沈迟 如果你现在跪下来向我求饶 交出沈家重疑 说不定我心情以后 还能让你吼过一点 好啊 那我倒想看看 今天晚上你能让我落得个什么下心 沈迟 你非要以一股心 就算到最后难堪的人是你 你也不肯退一步嘛 明明我们之前都是家人 没有人会往死刁难你 我说过 让我退 他没这个资格 哼 不知死活 行 你够肿 赵警民 你听见了吗 还不赶快动手 我要你断了他两条双尾 让他跪下来跟我说话 是 拿下他 等一下 怎么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今天是受邀才的餐会 这份邀请便是正面 这是 这是海省四大商会会长计划于云海升庭设宴时 才是送来的请帖 四大会长 特地送来的请帖 哼 甚至 我原本以为 你说四大商会会长艳青 是张口就来的活颜乱举 没想到是提前准备好的说辞 甚至还准备了这么一个道具 做工还不错 看来你为了今晚的事情 真是煞费猛心了 不过 我怎么不计 来这云海盛庭 需要邀请客人了 赵警 你们云海盛庭 有这个规矩吗 并没有 听见了吗 沈迟 你就算是找人来冒充四大商会会长 都比拿这个玩意儿可信高 这份请柬之上 有海省四大商会的印章 是真是假 打开它 一看便是 海省四大商会的印章 好威风呀 赵经理 你还不赶快把请柬打开 好好检查一下 万一 这个被我租下扫地出门的窝囊费 还真是你们云海盛庭今晚招待的贵客 那可真就了不得了 不用了 这种混吃混喝的废物 绝对不可能是我云海盛庭的贵宾 你别呀 万一 李他真有四大商会的印章 不过 是假货吧 谁 我劝你 还是好好想清楚 你一个大堂经理 把这份青铁撕了之后 后果不是你能承担的 就是呀 赵经理 你听见了吗 他呀 还在劝你呢 不用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 那才真是个笑话 我赵羽 这么多年 也算得上是半只脚踏入朔州上流社会的人 算得上有头有脸 这么多年 有什么大红大浪没见过 你这种挑良小丑 也没威胁我 威胁还真打不上 这是好心提醒 但是既然你已经把他撕了 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没话说了是吧 行 陪我上 打断他的双腿 喂 陈先生 我是陈青驰 请问你现在到越南盛景酒店了吗 到了 现在就在酒店的一楼大庭子 不过出了点意外 你们云海盛亭的大唐经理 好像对我有点意见 放肆 这是谁给他们的胆 谁想的 你等我一下 我就混龙之间 刮身过去 三分钟 三分钟之内如果你不下来 那今天晚上的宴会 就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是 是 怎么 看你这模样 是四大商会会长 给你打电话了 是 这通电话 是陈庆之打开的 陈庆之 你说的是 那位烁州商界当之无愧的魁士 陈庆之陈总 不错 放肆 陈总乃是我烁州商业第一人 也是你这种臭鱼懒虾能染指的 我看今天晚上 你是先命长了 把它给我拿下 左右不过三分钟 你们大可以等一等 有两下子 难怪敢这么猖狂 不过这儿 可是云海盛亭 硕州最顶级的七星级酒店 还轮不着你来撒野 把保安部所有人给我喊过来 不自量力 神痴 你真是无药可救 动手 把他给我拿下 赵鱼 你好大的胆子 尹 这 Gul Ortlope 前二卫怎么来了呀 手若不来又怎么能看到 你赵与干的这出好事 好事 郭总 今晚是我办事不利 让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困进了云海盛亭 但是您放心 我马上就把它给赶出去 这 瞎眼的东西 陈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郭总 沈总的滚 朔中 陈庆之 云海盛庭 郭义安 败败 沈先生 怎么回事 那明明是陈总 怎么可能 起来吧 沈先生 请之来迟 该请您 责罚 云海盛庭总经理 郭义安 请沈先生责罚 云海盛庭的总经理 这随便一个大唐经理 就敢视中海四大商会的请简 去无误 随意撕毁 还要命人倾巢而出 将我抓住的沈总 你这云海盛庭的总经理 我又怎么敢责罚呀 你 这混账东西 郭总 我 我 我是 你知不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郭总 我就是按照您的吩咐 我做的无名相当事 就会变成这样 够了 来人 把我拖下去 从今天起 诸出云海盛庭 令云海盛庭 宣布 此人 永不录用 郭总 您不能怎么对我 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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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先生 今夜我云海盛庭招待不周 我郭义安 难刺激酒 向您悲罪 队长 我们的黑卡 希望您收下 今后 您就是我云海盛庭 最为尊贵的客人 看来今晚 你没有那个本事 要我的命啊 你 什么 你想要沈先生的命 我说过 要我退 还不够格 现在你看见了 我 那 坐我上去吧 沈先生 这些人 都是我 明白 郭义安 把这所有的闲杂人员 我请你干净 是 沈先生 这把请 来人 明日的招商会 就有劳司法会长 多多关照 无非是关照一个硕州世家而已 你是徐世远的儿子 我们会给他一个面子 你许家名下的庄园 有幸能得沈家看上 成为清宵宴的主场 与你许家而言 也是不可多得的 滔天机会 要是把握得住 请进 据说 今晚这位大人 就连这四个老家伙都要顶礼相待 我竟然有幸能见他一面 云雀青金尚在帝京 这世上还有谁能让这四位如此重视 我能不能趁这个机会 你说 谁知皆是哪 来人 你们要干什么 把他们几个给我请出去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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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是许云泽许少青来的客人 你确定要将我们赶出去吗 许云泽 不错 他就是许家大少爷 并且还是朔州云雀的陆总裁 你云海盛亭就算在朔州地位再不凡 也得给他面子 许家大少 朔州云雀副总 哼 跟我云海盛亭今晚的贵宾 他算个什么东西 还配让我给面子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你们几个 要不自己走 要不我让人请你们出去 而且 你们几个 从今天起 云海盛亭 再度接到 我要打的 不能收拾 我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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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飞 木屒 我们去 这些四大会长 我给你订的包厢 你找他 好 请进 您好 这是咱们先前预定的红酒 已经醒好了 原来是酒 好 先放那里吧 祝您用餐愉快 看来这一次 是见不到那位大人 看你徐师傅可离开 莫不是在期待即将到来的那位 那位能得到几位会长 如此敬重 我们被难免心生憧憬 有些好奇 不过你没有直面那位的姿 周会长说的是 不过明天的招商会上 那位也会出面 到时候看在你父亲的份上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为你一见 明日招商会就有劳各位会长了 嗯 行了 下去 去 倡判 摆在招商会上 借用这四个老不死的关系 搭上那位大人我 我徐家 必然会多一条强大的人脉 父亲再搭上地经沈家 得以沈家重用 我徐家一步登天 你真是知人可待了 喂 学生 你出来了吗 我们刚刚被云海盛听的人给哄出来的 怎么可能 沈先生 请 海盛四大商会 建国秦军 倒也不必这么正事 叫我沈先生吧 那还行 沈先生入座 请 都坐吧 沈先生 这次见面呢 主要是想 招商会上有一些事宜呢 我们提前把它确定一下 你说 这个 不知道沈先生最近 有没有看好合作的一些企业 我觉得 朔州军胜不错 你们觉得呢 朔州军胜 确实如此 那位朔州江董 也算是能力卓然 不错 他年纪轻轻 白首其家 尽了五年 尽能达到如此的高度 确实不错 既然如此 我们就将军胜 定为明日招商会的首要合作方法 那那两百亿的订单 你看 也一并交由军胜吧 那 朔州苏家 苏家 明白了 如此看来 这许家小贝 想让我们明日 多多关照苏家的期望 怕是要落空了 落空就落空 去去许家 没有什么面子 许家 沈先生有所不知 在您来之前呢 朔州许家小贝 特意来找过我们几个 让我们明天 在招商会上 多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项事宜 今时呢 帝京各大士组也将到达树中 共同来冲犯这场空天的试验 可以 但是 尽量不要向帝京透露我在硕州的消息 明白的是 云泽 你总算出来了 万一 你们怎么好端端的被赶出来 是神识 神识 他就是云海神帝 要与顶礼相待的那位贵客 神语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他没开玩笑 今晚导致我们被云海盛亭轰出来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个神识 我们本来在大厅等你 没想到那个负友也跟了什么 然后我们就起了点摩擦 他抢了沈家的奏力 他没有跑 跑 他现在可嚣张得很快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让陈庆之都对他客客气气的 反倒是我们 让云海盛亭给轰了出来 陈庆之 云泽 那沈池 他不会是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吧 伯伯 您多虑 陈庆之虽然是我们硕州 当之无愧的商业第一 但是他和今世的江婉宁有染 他陈庆之对沈池客气 是因为沈池借了江婉宁的事故 真是 姐 亏你这几年 还时不时想要护人 我看呀 他早就背着你 跟那个江婉宁乱搞在一起了 沈池跟江婉宁 是啊 他要是没跟江婉宁乱搞在一起 江婉宁凭什么允许沈池 他可是 紫义说得没错 清远 这五年 你说过 今晚 四大双会将要验警的那位大人物 我已经见过了 许少女已经见过了 没错 明天的招商会 那位也会出席 我和四大商会 已经打点好关系了 明日商会开启 苏家将得到四大商会的照顾 同时 也会为我们引荐那位大人 那 可多多劳焚禽兽了 我妈 这都是我应该的 我只是想帮清悦减缓一些压力 毕竟这些年 一直被身边最亲近的人拖累 应该感到疲惫了吧 谢谢 清悦 我们之间 不用这么少数 还是云泽懂我们家清悦 不像那个没良心的窝囊费 忙不上忙不上 还给我们添堵 出我们的后腿 要是我们清悦 早就认识你啊 带着我们苏家 会怎样更高充呢 现在也不玩 不睡吧 嗯 沈迟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你像云泽一样 能帮上我什么 可你就连别影响我工作都做不到 这么多年了 你一事无成的样子 我比谁都清楚 你为什么 还是要强装呢 先前那个沈迟还说我们苏家 进步招商业 现在我倒要看看 等我们苏家成为了云泽第一合作伤之后 那个沈迟 还会是什么表情 他呀 就是一个跳梁小主 这辈子 也就只有那么点脑袋 是啊 他就这点出息 沈迟 你和我 终究不是一共人 和你灵魂 是我这辈子 做个罪证决 早些时候 军胜的那位江小姐发来邀约 说明天想和您见诚 江万宁 对 他的态度很强硬 似乎是有钥匙的 既然如此 那就见诚一遍吧 好 好久不见沈先生 倒也不必这么说 距离咱们上次见面也没过多久 坐 不知江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儿了 今晚售州有一场招商会 您的先生知道吗 你是说 海省四大商会 和云雀国际联合举办的那场招商会 对 云雀国际想要通过这场招商会 选出他们在大厦境内的首要合作方 也正因如此 各方商界上层几乎说是文文而至 现在的售州境内 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可不得呀 今晚我想邀请沈先生一起代表军胜 参加这场宴会 为什么是我 您与军胜有恩 军胜也相信您的能力 这个是由四大商会发放的贺民铁 凭磁铁呢可以在商会上位列次席 相较于寻常的邀请函 和云铁要更为珍贵 同样在会场上能获得青睐的几率更高一些 和云铁吗 招商会上的勤俭各有差异 同时呢也是能够更好地划分出参会宾客的层次 和云铁是军胜能够争取到的最高规格的勤俭了 明白了 但是江小姐从不过来 应该不只是参加个会这么简单吧 不愧是沈先生 这个是军胜五成以上的独特转让协议 只要您签字 您就可以成为军胜最大的股东 你想让我入住军胜 这可是你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一手打造出来的企业 市场估值尽千亿 你就这么拱手把它送给了一个 没怎么见过几次面的外人 你办 或许 沈先生可以做出另外一种选择 你冲 和我结婚 我需要一个理由 我向前沈先生帮我摆脱一份婚约 在此期间呢 我会尽可能地保证沈先生的利益 所产生的风险和损失 都交由我江婉宁 由军胜承担 婚约 我出生在海省江家 与海省秦家的秦少林有着一份婚约 但她的目的性太强 我很不喜欢 海省秦家秦少林 昨天她来找过我 以为听出了苏家寿宴上的事 原来如此 她以为 你我之间有什么关系 所以 可以过来警告你 不 她是在害怕 她是在害怕 害怕我挣脱她 挣脱江家的限制变得不可控 害怕事态急转之下 发生意外不可挽回 否则以她秦大少爷的性格 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一趟朔州 就是为了给我警告和威胁 说到底 她只是在用这些 来掩盖她内心深处的不安罢了 可是她为什么执着于你 以她秦大少爷的身份 最不缺的应该就是联影对象 秦家近来呢 和地金沈家走得很近 迫切地想要向沈家证明自己 好获得沈家的认可和青睐 但想要获得沈家的策目 仅凭她自己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秦少林盯上了我 盯上了江家 于她而言 这份婚约 绝不能出现任何差池 那你怎么就能确信 把我卷入这场矛盾里 就可以解决问题呢 苏家寿宴那晚 云雀清君献身递金的消息 你听说了吗 看来 我冒充云雀清君的事情了 要被拆穿了呀 但君胜可以作为你的仪仗 你就不怕我是个疯子 现在的我 现在的君胜正需要一个疯子 那如果有一天 我惹出一个天大的麻烦 足以让你和君胜覆灭 到那个时候 你又该怎么办 我会和你一起直面困局 你并赴死 值得吗 你可是 海省江家的大小姐 朔州商界的天之娇女 堂堂军盛的董事长 而我 不过是一个疯子而已 值得 如果是你 那我叫婉宁 甘之如意 好 我答应你 那多谢沈先生 婉宁感谢不敬 各取所需而已 结婚的相关手续呢 我会安排周明去准备 到时候沈先生 只需要出面一次就好 不会浪费您太多时间 好 那我们今晚招商会见 招商会见 那容我先失陪了 是 到底是林姨的女儿 行事风格 和当初的林姨一模一样 也好 当年的恩 终归要还 贺明铁 有趣 沈先生 周上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您该出发了 出名呢 林小姐好像走了一个不小的娄子 她就先行回了地境 由于走得匆忙 没来了一起跟您打招 在这期间 四大会长安排我 作为您的随行助理 好 好吧 沈先生 我送您进去 不用了 我等了人 你先进去吧 是 沈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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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敢来 你当真不怕死吗 我来这儿 有什么问题吗 今晚是中海四大商会和我云雀国际在这儿举办招商业 而你 先前对我云雀国际屡次不清 更是冒充清军 抢走沈家赠礼 你难道都忘了吗 沈家的赠礼 是他苏家不配 我理应收回 至于 云雀国际 我不记得我曾冒犯过 而且就算我冒犯了 用得怎么样 沈迟 你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不成 至少你们 不信 好吧 我没必要跟这个垃圾在这儿浪费时间 他既然做了这些事情 就会得到相应的后果 只是时间没到 今晚你们最重要的事情 是取得跟云雀国际的合作 拿到那价值两百亿的合同 徐少说的是 今天老子先放屁 我们还要去参加招商会 成为云雀的合作方 拿下那价值两百亿的订单 而你 只配在外面看着 你怎么确信 我只配站在外面看着 怎么 听你的意思是 你也要参会 不错 就凭你审时 你也不撒烹尿照着自己 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配跟我们一起参会 今晚这场招商会 能不能参加 看的是个人能力 还有零下资产 是否能得到四大商会 以及云雀国际的人 而你审时 不过是被我租家 倒地出门的垃圾而已 没有军生的仪仗 单凭你自己 你连入场刷盘子的资格都没有 没有入场资格的 是你们你们才对 我们 我说过 不出七日 苏家必定土崩瓦解 你们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况且凭你们现在的资本 远不足以支撑你们参加今天的招商会 我好害怕呀 是不是 要不 我再求求你 赶紧让我苏家土崩瓦解 行不行 也别弃他 就惊不 怎么样 你确定 确定 别再浪费时间了 我们赶紧入场 别耽误了 这样的事 好 对了 你参加东西 看看 这 就是许少为我们苏家准备的邀请 我们苏家随时都不竞争 而你一辈子都没有踏足这种机会 我们走 真是 甚至 这种场子你不该来的 你来的 就是自取其荣 不过这样也好 虽然过程残酷下 但总归能让你认清现实 认清自己 你错了 苏靖云 不该来的是苏家 没有认清自己的也是苏家 有的时候 即便有了邀请函 也未依旧有用 你还在抢此夺利 趁口舌之快 你没有资格就是没有资格 苏家能进场参会 就是能进场参会 事实就是如此 事情的结果 从来不会因为你说的那些空话而改变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有自知之明 不过一句话能改变的 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至于自知之明 过 天悦 过来吧 你跟他说再多的问题 毕竟他和我 我是一个连续 你好自认识 检查一下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先进去了 怎么样 抱歉 你们几位要先直播 什么意思 你们所出租的邀请函 不效 说什么 不效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是啊 我们的邀请函怎么会无效了呢 怎么可能 这是我昨天晚上在四大商会会上手里拿的 怎么可能无效 我们也是不久前才接到了消息 硕州苏家的邀请 一律作废 硕州苏家 今晚没有入场的资格 老屁 苏家凭什么没有入场资格 没有资格就是没有资格 没有凭什么一说 你若是执意想在这里闹事的话 我们也不建议采取一些强制手段 你 你 你啊 他 这不是你仨爷的地方 我想请问一下 苏家的资格为什么会被拒绝 抱歉 我们只负责执行 不问几位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我说了 今晚不该来的是你的苏家 你在这儿招商 我苏家进不去你就能进去 别忘了 你可是连一场邀请几位 谁说我没有邀请他 什么 这场招商会 难道还邀请了你不成 你说的没错 这招商会 还真就邀请了我 什么 贺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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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 贺明铁 是本次招商会最高级别的信件 象征着中海四大商会最高度的认可 只有资产超过五百亿规模才有资格拥有 那这么有级别的情点 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里 沈迟 我不管你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这张贺明铁 你是从哪儿来的 这张情铁 是我光明正大拿来的 至于他从何而来 跟你有关系吗 你少给我放屁 这张贺明铁 根本不是你这种废物有资格拿的 你擅自持有 以下半少非尊不分 天大的监狱 别拿你狭隘的眼睛来唱火 这张情铁我拿了就拿了 他还没有资格来衡量我 他没有资格衡量 你怎么有资格衡量 你真以为你能跟四大商会比肩吗 不 中海四大商会当以我为孙 他也不资 我看你今天是真的找死 你我看呀 他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偷了这么一张贺明铁 又不清楚贺明铁的分点 所以才迟迟不敢出事入场 没错 这张贺明铁 连我这样的人都没有资格得到 哼 听见了吗 你们不是要维持场上的秩序 这小子先是偷了贺明铁 又在这里出言不讳 似乎其态 你们还不赶快把他拿下 我倒要看看 谁敢动我交往您的人 你给的 就算是如日中天的军商 也只有这么一张贺铁铁 你竟然给它 有什么问题吗 姜婉娘 这贺铁铁的意义 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就算你是军胜的董事长 你也不能把这贺铁铁 随便转交一个无相干的人 更何况是这么一个货色 你这不是对中海四大商行的不情 你这是智罗罗的挑战和蔑视 我劝你考虑清楚后果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 他是与我交了您毫不相干的人了 沈迟 如今是我家先生 就算是整个军生 我都可以交到他的手中 一招和明铁都算得了什么 没错 我和沈先生 已经登记结婚了 你开什么玩笑 说到底 他沈迟不过是被我苏家踢出门的一个废物 你跟他姐 你疯了吧 张婉娘 我知道你想找一个玩物消遣苏家打压公交 但是你也用不到自降身段到这种地步了 如果你只能看到是我在自降身段 那我和你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最近是多了很多爱好 但不包括你蠢货交流 你什么意思 自明意思 沈先生的能力 君圣和我都有目共睹 倘若君圣的眼睛和你们一样 只当沈先生一无所成 那君圣可做不到如今的高位 你 江总 你的品位果然跟草人不同 我徐某人自卑不懂 知道自亏不如 还不跟你让开 我们还要进场参会呢 好 走吗 走吧 来 苏小姐是还有什么事吗 江总 我不知道她做了什么 让你对她产生了错误的情络 但我很了解她 她就是一个毫无担当 毫无责任 又软弱无能的失败者 你是朔州商界的天之交流 为什么会选择她 苏小姐的话 还真是令在下大看眼见 我只是在乘书事实 沈先生 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这就是你在苏家五年最真实的样子 怒怒无 无事无成 苏小姐 我保护你 照顾你 陪伴你 整整五年 可从始至终 你有尊重过我吗 我跟你说过 尊重是靠自己能力的 你现在在这儿 成口舌之快有什么意义 苏家上上下下 所有人 都这样认为 这就是你的问题 好一个这就是你的问题 这位苏小姐 我知道你与我先生有过一段感情 但从现在开始 你们已经一拍两散 毫无关联了 论能力 我自认高你一等 论地位 君胜有吻压你苏家一头 而沈迟 如今是得我和君胜一并认同的人 你们有什么资格 来指责他的不是 我指 指什么 你不觉得你这样子追在后面 极力否认他的样子真的很可笑吗 现前是我与沈迟关系不深 不想对你们苏家太过于追究 但从现在开始 沈迟是我的丈夫 今夜真是若再有下次 君胜不会放过你们苏家 希望苏小姐好自为之 拜拜 什么东西 真以为他君胜能在朔州一手 知道天能不成 我还威胁上我苏家 那个白眼儿了 我看他 早就和那个江万宁 勾搭在一起了 恐怕秦远还观照他的整整五年 千万都好 切到我们头上 要变威了 好啊 秦远 刚才江万宁那些话 你别放在心上 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他什么样子 我太清楚了 就算江万宁今晚亲自为他承拨 也改变不了他无能的事实 甚至到头来 你只会躲在女人的手后 等江万宁把他玩腻了 还不知道他下场有多惨 等不到那个时候 强占沈家自负 已经是死罪 如今清宵宴将至 便是他的死期 他就是自找的 这个白眼儿了 他又不该活着 浪费空气 不过 我们的邀请还被作废 又是怎么回事 难道 也跟他甚至有关 他凭什么 回我们苏家的邀请 说不定真有关系 这个废物三番五次 在大厅广众之下出演无虚 冒犯云卷 不尽闪家 消息已经传到了帝京 隔来怒火 所以你们苏家才会受到牵连 取消资口 什么 这白眼儿狼 他才要回我们苏家呀 如果我不能进场 招商会结束 云切的首要合作对象 还会是苏家 那两百亿的订单 又该怎么办 这 云泽 苏家 可是清热的心血量 你不能我眼睁睁地看着 清热这五年的努力 都无归一窥呀 阿姨 你放心 我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安排一下 你们进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好 那我们 跟云确的合作 还有订单呢 如果那沈池 真的招怒了帝京沈家 订单跟合同 应该就没办法了 拿不到 什么 那合同和订单 它本来都是我们苏家的 怎么能 眼睁睁的 捧手让人呢 阿姨 沈池招惹的麻烦实在太大了 连我也未能插手 那 那干嘛怕 阿姨您放心 订单没有了 我们还有新的机会 有新的机会 你击毙我跟你说过 今天晚上 将会有一位空前绝后的大人物 在这场招商宴上一并现实 是那个 连中海四大会长 都要顶礼相待的大人物 四大商会会长答应我了 为我们引荐那位大人物 如果得到大人物的精彩 你们苏家 亦非重天未尝不可 毕竟是连四大商会会长 都要敬佩的大人物 要是能得到他的帮助 失去云雀的合作和还有订单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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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听你说过 你见过这个大人物 这个大人物 他到底长什么模样啊 等会儿进入会场 大人物现身 您自然就见到 我就不忘加表述了 好好好 订阅 清悦能认识你 这是我们苏家之庆啊 别太可惜了 我现在就给我挂了 先安排你们入场 好好好 好好好 这场招商会 对你而言很重要吗 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就在前几天 君胜已经得到了 一笔来自云雀的注资了吧 五十亿 一举扭转了集团 当时岌岌可危的局势 但除去云雀这个名头 剩下的 也曾经只是那五十亿而已 我所需要的 远不止这些 原因呢 我和江家有一个赌约 五年内 如果我能让君胜成长到 足以与江家分庭抗礼的程度 那么我就可以直接接管江家 无事与秦家的联谊 现如今 五年之期将至 这场招商会 是我最后的希望 今晚如果君胜能够得到云雀的青睐 达成合作 拿下订单 那么我便有自信 将君胜的固执再抬高一倍 到那时 那一赌约 便有了达成的可能 你目前君胜的潜力和能力 想要得到云雀国际的认可和青睐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的确 君胜本就出类拔萃 风头正盛 不然也不会招致阻击 不过今晚 这里不只有君胜 看那边 那是 中海秦家大少秦少渝 中海孟家家主孟平远 中海向家家主孝永廷 在中海 孟将两家既是能和江家 并驾齐驱的顶级好门 也是秦家最为忠实的一本 在中海四大世家里 也只剩江家 和秦家的往来还没有那么密切 所以才有了密切 没错 只要秦家能一陵中 还顶级好门 那么想要获得地金 沈家的青睐 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 所以今晚 他们会尽全力和君胜相争 秦少林和他们的目的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落沙今晚 君胜能够得到云雀青睐的 所有可乐 如果我说 今天晚上 无论他们怎么做 这笔订单和合同 都会是君胜的 你相信吗 你的话 我不会质疑 接下来 我们就要直面 中海最顶层的权贵了 沈先生害怕吗 如果我回答你 他们从来没有资格 入我的眼 你会怎么想 这样 正合适 走吧 江小姐 好久不见了 孟家主 向家主 好久不见 板凌来了 坐 这里 你先坐 好 慢着 秦大少师有事吗 他 不能坐在这 他为什么不能坐 秦大少师对我的丈夫 有什么意见吗 丈夫 你们结婚了 是 正式介绍一下 他就是我江婉宁的账务所 沈池 你们好 我叫沈池 我说了 这个位子他不能坐 也不配坐 秦少说的对 江小姐 您还是让他 换个位置 换个位置 向家主 今天这招商会场上 有供这种货色落座的位置吗 好 难道这招商会场之上 写明了哪条规矩 我审时不能落座吗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小子 闭上 你没有资格和我们跟他 非要这么说的话 是你们俩没资格跟我对话在世 庄子 你算什么东西 敢在这儿口出狂言 年轻人 我奉劝 做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别不知好歹 以你的身份 连入这个会场的资格都没有 他怎么没有 两位家主说话有些太咄咄逼人了吧 他是光明正大走进这会场的 你们有的情节 他一样也有 你们能坐的位置 他也一样能坐 今夜厅内的座位 可是分三六九种 江小姐 难道你是不清楚吗 这里 是头牌刺激 只有如我等一般 收到了赫明铁的人 才有资格在此 随我们并坐 沈迟 就是带着赫明铁来的 他一个小小的苏家气虚 哪来的身价配得上这赫明铁 他的赫明铁是怎么来的 在场各位 都心知肚明吧 沈迟是我的丈夫 所以军胜 今夜算是他名下的资产 他 可以 你真以为你能争取到赫明铁 靠的是你名下的苏州军胜 你能争取到赫明铁 那是因为 你是中海江江的三小姐 你和她结婚 带着她出现在我面前 无非是想打乱我的计划 向我示威 告诉我 你随时可以逃脱我的掌控 但其实这样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像这种货则 根本入不了我秦少林的眼 更不配做我秦少林的罪手 我一句话 就能弄死他 而你 又何必将挣脱我的希望 寄托在他身上呢 今天 若是想以军胜为衣服 在此若做 绝无可恼 能撑起赫明铁分量的 不只要求评估资产超过五百 还要有 只相对等的地位 而她 一无所有 适合她的地方只有一个 那 就是这宴会厅之外 所以 立马从这儿 滚出去 秦少说得没错 一无所有之人 不配入场 现在 滚出去 唯有身居高位 方能力度于此 小子 滚出去 别站在这儿 当了我等十佳名流的眼 卑贱 无配入场 滚出去 说得真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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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出去 滚 还是她的人 不是我一个 所以啊 归根究底 你连她入这个宴廳的资格都没有 秦少灵 你不愤了 过分 我只是叫她认清自己 顺便 把垃圾扫走 秦少灵 是吧 秦少的名字 也是你能指护的 沐缚 你说 你想押我一筹 逼我出去 可以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我真的从这儿走不出去 这份代价 你秦少灵担得起吗 大言不惨 我秦少灵今天站在这里 代表的就是中海秦家 中海的世家之首 在这宴廳之内 我也算屈指可数的头号人 你今天去告诉我 把你赶出去 这份代价我承担不起 我没理解错的话 你的意思是 今夜之宴 纵览全场 无人能与你比肩 你 就是这宴廳内 最大的道理 你没理解错 今天晚上就算你们合理相为 也不及我一人之杯 你好大的口气 肚子死活的东西 我看你这嫌命太长了 孟家主 沈迟是我江婉宁的男人 你威胁他 就是在威胁我 威胁军盛 威胁日后的中海江家 你莫不是真要护他 是又如何 江小姐 你这么做 就花给你 给军盛 给日后的江家 招来祸患吗 那我江婉宁 便一粒单只 你 行了 我汇聚于此的 是大厦各州 最顶尖的名流史家 即便是墨尾边缘的 放眼整个朔州 也是高高在上 全是陶天 而你 连一个入场资格 都要靠别人施舍的 无名之辈子 又是哪来的倚仗 敢在这儿 公然撒野呢 我自己的 便是最大的倚仗 漫妙 这就是你的选择 一个只会哗众取仇 到头来毫无价值的废物 连和我并坐的资格都没有 你好像误会了 是你 没有资格和我并坐 好 那就拿出来 你引以为傲的资本 给我们看看 看看你是富可敌伙 还是全是超天 可以 我满足你 所有资产万亿 和某于这会场之上 位列上座 这 这是 这不可能 金雀云文 怎么回事 怎么反应都变得那么激烈 这张卡 是有什么特别的吗 你竟然不知道 金雀云文 象征着云雀国际 最高额度 最高权限 最高级别的尊享黑港 全世界 只用发了一张 可以随时调动一万资源 多少钱 一万资源 一万资源 这张卡 怎么会在你手上 这张卡 为什么不能在我手上 据我所知 这张卡 全世界只有一张 而唯一有资格拥有的人 就是云雀清君 我 就是云雀清君 你要是围绕这张卡 编一套说辞 我还可能欣赏几分 但你却直言自己 就是云雀清君 是真当在场各位 都是傻子吗 不防告诉你 在这之前 你冒充云雀清君的事 早就已经人尽皆知了 现在 又准备了一张假卡 还想故技重拾 我看 真是不想要命 来人 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我拿下 过手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竟然敢对沈香医生掐出来 还不过退下 抱歉了沈丁 都说你是书女 喂 张庆之 你什么意思 秦少 你是什么意思 他 他 苏家气虚 身份卑贱 凡没有资格入场 却出现在了宴廷之中 而后 又肆意妄为口出狂言 甚至当众冒出云雀清君 你陈庆之 不会要保他吧 警长 招商会马上就要开始 我奉劝你 不要在这里 大张奇鬼才找事 你当真要保他 这可是在朔州的招商会 不是在中海 更不是在秦家 秦少 我希望你住一点场合 好 那我就要看看 你究竟能保他多久 沈先生 江小姐 招商会马上开始 开前二位 先入座 看来现在 秦大少爷认同 我的丈夫 有在这里落座的资格了 那 我们可要和你一起并坐了 兴臣 坐 等一下 我说过 他没有资格和我并坐 而且今天晚上咱们的位置 也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 那 才是我们的位置 我们的位置 没错 那里 才是今天晚上我们俩都做的位置 大言不惭 那 可是梧桐手座 岂是你这样的卑贱之徒 所能染指的 梧桐手座是这夜庭之座最高处 你以为你是谁 也不可以在那里落座 这梧桐手座本就是为我而胜 你可真是 大包奸 梧桐手座是海省寺的 大商会会长 未持有七皇帖的大人物 特赦的最高位 可披靡全场 独享尊荣 而七皇帖 更是本次招商会 最为尊贵的情节 是由四位会长 亲手办目的 至于你 绝对不可能有七皇帖的资格 你就这么确信吗 不错 即便是我 也只是知晓七皇帖的存在 并未见其容 恐怕 连七皇帖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那 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你口中的七皇帖 就在我这里 七皇帖 怎么可能 现在 试问在场的诸位 我审职是否有资格位列这无从首座 不可能 他不过是硕州苏家一个气血 怎么可能有七皇帖 四位会长眼高于鼎 又怎会把这绝无仅有的七皇帖 交给这样一个尊卑不分的东西 他手用的七皇帖 怕不是造了假 不错 这小子连金雀云文黑卡都敢伪造 那准备一张眨子七皇帖 就更不稀奇了 今夜 我等绝不能让他坐上五同首座 否则 就是对我等施加名流 赤裸裸的羞辱 对 羞辱 要他入座 皆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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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沈先生手中持着 那他是真正的七皇帖 没有造假的可能 真的七皇帖 我前少林不信 除非 你陈庆只能拿出铁证 证明他手里的七皇帖是真的 否则 难以不中吧 没错 我向永婷也不信 我孟平远 头样不信 正明 这张金铁 只因为他能是七皇帖 就是因为他马上交到了沈先生的手中 七皇帖是以沈先生而容 即使没有这七皇帖 这高帖至上 不同手座 也依旧非沈先生莫属 你去证明 七皇帖以他为荣 笑话 他做什么东西 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你敢对沈先生不定 我秦少林 出身中海世家 乃当今中海世家之手 纵观整个中海 谁不知道我秦少林的地位 他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尊敬 陈庆致 我看你就是在包庇 想为货会场吧 现在 为货会场的是你 是我 你公然为他站台 承认他手上的七皇帖是真的 不仅想送他上梧桐手座 还望想让我们所有人都接受 十万在场的各位 有谁能允许 这样的货字横在我们头上的 我中海相家 不接受 中海孟家 不接受 塑州李家 不接受 塑州孙家 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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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 以下犯上 以下犯上的是你陈庆之 若不是看在四大会长的面子上 若不是因为这里是座州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带着跳梁小丑 在我面前要不扬威 秦少说得没错 陈庆之 你不过不是真以为 我们拿你没有办法吧 等到四大商会会长秦智 也没几个 谁都逃不掉 谁说我要逃了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 你们为之如虎的 中海四大商会会会长 与我沈职面前 只当扶手称臣 好 好一个扶手称臣 叫的 记着你今晚说的每一句话 我等着看见 万劫不复 日暮以待 此不量力 千万里面 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担心狗子疼你太大 一发不可收拾 你害怕吗 不是 我说过 如果真有什么 挡不下来的套天或坏 我会和你一起坦然面对 你并不死 今晚不管发生什么 我教了你 都会在身边 那就不必担心了 明天晚上 他们谁都动不了咱们 招商会快开始了 留给你的时间 就快到头了 就快到头了 真是愚蠢之急 中海新少林 恭迎四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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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吗 周会长 今晚这招商会上 混进来一只不知死活的苍蝇 苍蝇 不错 他就站在那儿 这一场招商会 本该是我世家名流 共争荣光的盛会 共争荣光的盛会 啊 苏家气血 却凭卑贱之身 立于场上 四亿妄为 苏家齐续 卑贱之身 四亿妄为 没错 他生来下列 没有与我等世家名流 并立场上的资格 所以今天到来 就已经是尊卑不分 以下犯上 哼 好一个尊卑不分 以下犯上 不仅如此 他还伪造金句云文黑卡 妄图于死 冒充云雀清军 冒充 云雀清军 对 被我等接山之后 他又拿出了伪造的七皇帖 还扬言 要登高位之上 做梧桐首座 而臣庆之 非但不加以阻拦 反而助纣为虐 公然被他占台 使他蔑视权卑 还扬言 全场合围 不及他一人之威 此乃 罪无可恕 理应当处 没错 此子 罪无可恕 理应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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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做得不错 周会长言过了 这些都是应该做的 周会长 我们滚开 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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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沈先生 今夜招商会 还请沈先生登入高位 入梧桐首座 请沈先生 登上高位 入梧桐首座 登上高位 入梧桐首座 入梧桐首座 周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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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会长 邱会长 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一切 如你所见 我等 只是在邀沈先生入座 沈先生 他做什么沈先生 周会长 我们中海四大商会行事 需要向你解释吗 沈先生的身份 你有资格质疑吗 周会长 这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是 是啊 他不过是 朔周苏家 一个扫地 那是朔周苏家瞎了抖眼 而你们 一样 还请沈先生 登入高位 入梧桐首座 那 这庭内高位 梧桐首座 我沈某就受之不恭了 今天在这会场之上 有谁敢为难沈先生 得罪沈先生 他 就是我们中海四大商会的敌人 当 赶尽杀你 周会长 这么做 未免有戚有时空运 独断专奉了吧 本是一天宗子 你应付出 入此代价 凭什么 他算是凭什么 他算是凭什么 我等再不济 也是大夏境内 身世显赫 位高权重者 凭什么只是敬犯于他们 就要对我们赶尽杀绝 这是敬犯于他 小子 敬你先前那句 罪无可恕 理应当诸 就足够你中海秦家 灰风烟灭 我不信 周会长 我中海秦家 虽不迪色的大商会 但在我中海 也是万人之上 我背后 有大夏第一士族 帝京沈家为依靠 而他 凭什么能让我们 秦家灰飞烟灭 就算我秦家不及他 难道 我背后的帝京沈家 你也不放在眼里吗 没错 四位会长 我们中海世家 或许尚有不足 但是帝京沈家 纵观整个大夏 有谁敢不放在眼里 孟向两家和秦家是智交 来往密切 深知 秦家和沈家的关系 今晚 四位会长若是为了他 为难我等 为难秦家 怕是帝京沈家那边 交代不过区分 你们 未免有点自信过头了吧 那周会长大可动手 是谁 灭了我们秦家 到时候 我们就看看 四大商会能不能经得起 帝京沈家的问责 肖子 你能得四大商会的拥护 确实有肖章的资本 但要和我秦少林做对手 你还差得远 我背后 有帝京沈家作为依仗 张可达云雀国际 云雀清军 而你 如果只有四大商会做了支撑 没有任何资格 跟我斗 办事 你知不知道 你在跟谁做我吗 是谁告诉你 我的倚仗是四大商会了 难道除了四大商会 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强赫倚仗 能和帝京第一世家 沈家共争风浪的 我说过 我自己便是这场上最大的倚仗 你的意思 只你一人便可与大厦第一世家 沈家相提并乱 你说得不错 各位可都听见了 他说只凭他一人 就可比我大厦第一世的话 狂妄之急 四位会长 今夜之事 看在你们的面子上 我们可以跟他赔 以化解恩怨 但是 要让我等 对他低头道歉 怕是素男从命 至于赶尽杀绝 更是绝无可能 没错 赔礼可以 但是 像他这种套望之徒 低头道歉 不许 赶尽杀绝 更是绝无可能 宣誓 如果你要武扬威的本事 直到这儿了 那在我看来 也不过如此 就连鸭人扶手 都尚不够格 还谈什么与沈家 相提并论哪 如果你还有什么手段 没有展示 那你大可以拿出来 让我 还有现场名领们看看 没有了四大商会 凭你 还有多大能耐 可以 先前 你已是压务 现在我已是还你 三分钟之内 让秦家 于中海出名 嘿嘿 要不要听听自己 在说什么 三分钟内 让秦家于中海出名 对 是是说梦 秦家贵为中海师家之首 家族产业之庞大 远非常人之想象 谁是你一句话 就能抹出的 三分钟内 让秦家出名 便是四大商会联手 都未必做得到 我们四大商会 的确没有这个能耐 但是 这并不代表 沈先生 不行 邱会长 你大可不必 为了维护他 说出一些荒诞不羁 有损生威的话来 荒诞不羁 有识生威 那是你 还没有看清楚 你此面的沈先生 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 不错 沈先生若想让秦家 于中海除名 三分钟 足矣 那我倒想问问 各位会长 究竟是为什么 会让你们觉得 他除我秦家 轻而易举 因为 你引以为傲的 帝君沈家 正是 因他 都应该 有一个 那是 他是沈家三公子 还有云浅清君 不可能 他绝对不是沈家三公子 更绝不可难 是云浅清君 怎么了 少爷不考了 毕竟全家和全国籍突然联合犯难 我们之间马上就要破产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 秦少林 你能以清军并列于此 已经是你毕生的大死了 你是借了谁的狗胆 竟然敢三番五次的爆发清军 不可能 他没什么 他没什么 他是云权清军 他没什么 事实已经摆在你面前了 就算你否认有意义吗 来人 把秦少林带回去 送回秦家 告诉秦家家主 今夜秦家是因为秦少林儿被灭掉的 秦家家主自行发落 是云权清军 他怎么可能是云权清军 我不接受 他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是云权清军 他不是云权清军 他不是云权清军 你告诉我 他是不是云权清军 做呀 做呀 他是不是云权清军 他不是这个人 他不是云权清军 你们都想错了 他不是云权清军 他不是云权清军 接下来 应该你们了 清军 我 我们本无意冒犯您哪 是啊是啊 今晚这事都是误会 都是误会 好了 我呢也没有什么兴趣听你们解释 今天晚上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 三日内 清算你们两家所有资产 基数转移到军圣名下 如若做得到 你们上课有一条活路 如若做不到 就同秦家一起中海出名吧 还请清军放心 我们中海相信 我们中海相信 一定做到 中海孟家 一定会做到 清军愿力聚会 我等 敢进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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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至于你们 今天晚上我就不做追究了 但若日后再犯了 我一定一一清算 谢谢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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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已至此 这场招商会也没必要继续了 老周 差人把合同和订单送往军上 是 咱们也该走了 谢谢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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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泽 还是没幸吗 伯母 我不知道为什么 自大商会对你们苏家 如此的排斥 连我爸都出面了 也没有任何办法 看来今天的招商会 注定和你们苏家无缘了 看来今天的招商会 注定和你们苏家无缘了 怎么会这样 哼 都是那个白眼狼是傻的祸 啊 现在 合作合作没了 订单订单没了 连这招商会的大人物 我们都没得见 我们这是遭了什么孽啊 遇到的 慎持这个灾性 气死了 许少 那 我们苏家之后的地位 岂不是要一落千丈了 别担心 对 清宵宴才是重套戏 清宵宴 对 明日 我许家受地经沈家之徒 在天书庄园举办清宵宴 届时 地经士族旗帜 沈家三公子 云雀清君也会现身 云雀清君 清宵宴 那我们苏家能去吗 当然可以了 这清宵宴是在我们许家的庄园去办的 好好好 那两天后 就麻烦云泽多帮帮我们苏家啊 公母你放心 我许云泽不是审职那个妃 明日清宵宴 我必祝你们苏家重回巅峰 看你这话说的 他一个白眼了 怎么和你许少相提并论呢 清宵 清宵 谢谢 快谢谢 谢谢啊 清宵 我们之间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现在天色已晚 我赶紧安排车送你回去 咱明天再见啊 好 真的是一切清真 你 你刚刚不是都看到了吗 可是 之前递经的那个 我知道 你现在心中很多疑惑 但是这件事情啊 太过复杂 我也没有办法现在向你解释 是这样的吗 等明天清宵宴结束之后 我专门抽时间 一一解答你心中的幻化 好 好 那我就 很快 我会去 oma 快 我会去 你的 你 我去 我去 那个 也不想 我不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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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去 你 咱们 那个丫头呢 什么状态 林小姐离开了 离开了 是的 但临行前 林小姐给您留了一样东西 说是要您返回地经后 亲自取她的保险箱里去 您看 要不要带回说州 不用了 那个丫头不定精怪的 谁知道她如样什么恶毒剧呢 先放着吧 好的 那我就尽快返回说州了 小姐 您的父亲家主大人 他今晚到海城了 真是谁 你好 请问你是审时先行吗 我知道 你们是我们老板要见你一面 走吧 主人 您带到 好 下去吧 你就是审时 是我 请问您是 中海江家家主 江客亲 宛宁的父亲 宛宁 并不是你应该用的成本 江伯父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看到外面 看到平 灯火通明 车水满 高楼入云 纸醉紧迷 这里 这里 就是说中最凡胜的夜景 可叫之中海 却是天地之别 每当我凝视中海夜景的时候 都无尽感慨自己的渺小 我江家 虽贵为中海市 却仍不算是天资 所以 我惭愧 没有让我的妻子和女儿 站在中海 最凡胜 最高处 你认为 小明 值得拥有这份凡胜吗 那谁能配得上 秦少林吗 难道不是 您展开说说 秦家乃中海首富 少林更是秦家的佼佼者 心性沉稳 能力卓人 现在更是能独当一面 厉害厉害 宛宁若是嫁给他 立刻便能在中海的顶层 有一席之地 更是能够陪着少林 一起站在 中海的最高处 享尽殊荣 受尽艳羡 而这些 少林能够轻而易举 给宛宁的东西 恐怕 你终极一事 也无法达到 你 必定是宛宁的拖累 你怎么知道他秦少林能给的 我就给 因为你是苏家庆叙 陆吴文一事不成 只能脱脱在最底层 连仰望少林的资格都没有 你错了蒋家 是他秦少林没有仰望我的资格 况且过了今夜 中海将再无请假 大言不惭 你以为你是谁 你直播就是一个上门吃晚饭 你竟然在这儿大放厥词 究竟哪来的本事 可惜我向您一世风光 我看你 你简直就是 虚不可及 刘伯父 与你而言 中海便已是附属之地 底身世家顶层 已是你毕生追求 可你又怎会知道 这些对我来说 脱手可得 毫无意义 就是我许家的天苏庄园 在你 就是天苏庄园 是啊爷 今天这么着 可谓是万柱主 灌溉云景 怎么样 可就赶快下去了 不然一会儿 靠里边的位置都被坐满了吗 这个不用担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第一个 苏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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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去吧 啊 啊 这个 你们坐这 嗯 许少 今天这清宵宴上的座位 是不是还有什么讲究 倒有些讲究 但是啊 没多细致 这边呢 是给一些 上层民流者 这边靠后的位置呢 是给一些 小家族 哦 那理财那边的位置呢 那边啊 那边是给 出生中海的名流世家主 咱们说周呀 至今没有人可以坐在那 沈迟 沈迟 他怎么是 而且那边 不是需要周凯和地坚的 师徒豪文才能坐的位置吗 啊 你 陈迟 你敢善闯这清宵宴 你当真不怕死吗 善闯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善闯 我是擅闯是什么 这清宵宴是你有资格进来 你有资格落座的吗 今天害我们苏家的玩意儿了 竟敢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害你苏家 你先前不是说苏家没弄过 会变得更加行政 所以你离开了苏家就似乎得吃手飞 给我苏家抹黑 是吧 是不是 老师 我没想过你是这样的 就算我和苏家 你也不用这么恶毒地报告苏家 说不定呀 他今天就是路易来的清宵宴捣乱 想要破坏我苏家一辈子五天的机会 混蛋 苏家养了你五年 你就这么回报 苏家养了你五年 你就这么回报 走 哎 脏水别往我身上泼 你们苏家能有精神 是咎由自去 我还犯不着为了牵连你们苏家 而去惹食伤 别装了 你以为我们 你一温百分之后 你不公开 是 你就现在 走不走 咎由自然 身体 你不停 你不停 还不到 我 你你便宜完了 你你有开心 我要 我告诉你 许少 可是认识人家 沈家三公子 云雀亲君 有了他 我们苏家 才叫大兴 都现在了 你还信他的话呀 你怎么什么意思 你说我什么意思 心知肚明 你不就是想说 许少才说我 你以为我们会相信吗 我看你啊 就是记住许少 所以才故意勿飞 没错 人家许少 给我们苏家的多少 你又给了多少 你也可以在那说许少 是 这五年我给你们苏家的 就是他许家倾家荡产 也妖不可及 够了甚至 都到现在 你还这么自以为是 套上去 别把他废话 来人 给我把他们俩 拖出去 手 还不过退杀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说我什么意思 这小子擅闯清宵宴 我当时是要把他 护出去 陈总 我看你好像要保护 你 这位先生本来就是 清宵宴的来宾 来宾 他配吗 陈庆植啊 我不管他给你多少 好吃 还不过退杀 敢让你这个时候 跳出来保护 你当真不怕 这些神价动怒吗 陈庆植我告诉你 今天是在我许家的天书庄 我就是要把他赶出去 别往老子来 也保护住他 你敢 看我敢不敢 动手 中海 马上开始 难道你还要 进步动手吗 好 赵总 今天算你军修 等会儿身材到了 我看你怎么死 十五蛋 甚至 这个地方你不该 这个位置你也不该坐 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你知不知道你坐了这个位置 会有什么后果 不好意思 这清宵宴 就是为我而办的 而这个位置 亦是为我而胜 至于坐在这里会有什么后果 就不劳烦苏总 可以行了 喝酒 你身材的 你身材的 他对 你身材的 我而言 不是 你身材的 不是 他 你这警局马上就要现实了 你们好好盯着啊 你这都知道了 看起来是孙家的气息吗 怎么站起来是他 怎么站起来是他 这个废物 不会想在这种场合下 再冒充一次云雀清净吧 他只是老死 平后我们孙家对他划冲的戒业 公子已经是必被连累 而这修老爷子跟你说 这个神尸 才能在这个时候站起来 不孝命 神尸 神尸 疯了吗 这里是清香也不是苏家 小子 这不是你私以望为的场所 赶快坐下 江家主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能不能不要再做你白日 你跟一切清净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你到底要怎么样 小姐 让开 让开 我救过你 是 叶欣求死 小姐 有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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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请沈先生登台 恭请沈先生登台 中海秋恒宽 恭请沈先生登台 云雀国际首席执行官 楚名恭请清君登台 恭请清君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真的是有切清君 是 那你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 而你 没有相信 哪怕他说着漏洞百出的我话 自称与我相识 则我侵止 你依旧深信不疑 我之间 你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实在是 周庆月 你我早已恩断义绝 在无瓜葛 从今往后 请你不要再求上我 我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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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女侠 自己说 苏崇业 现在 你们还觉得苏家没了我会更加兴盛吗 我呀我呀 苏家完了 这些天 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吕云泽 现在 你还敢自称与我相识吗 现在 你还敢自称与我相识吗 我选择三番五次冒犯 晚上你同我讲过的话 现在 你还觉得是我不辱秦少女 是我愚复可及吗 是我 是我错了 江小姐 可否同我一起 我一直记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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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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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我们以后相处的时间还有很长 关于你想知道的一切没一切 我以后慢慢讲明天 那 沈欣先生可不要偷偷不耐烦了 当然 我甚至 乐意不配 敬天天